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北部阳光照射29 中部地区29 南部也29 不过台北测站刚刚看到资料已经到了29.9度了 所以在2点之前的时候这温度状况 各测站的温度还会再上升一些 而在东半部地区现在气温在26度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昨天晚上北方的高压系统东移 一个微弱的封面从台湾北方海面通过 所以包含了北部海岸线 东北角 基隆 宜兰 还有台北东边的部分都有飘点雨 但到了昨天晚上以后 雨的部分在11 2点后逐渐的都停下来 今天早上阳光露脸 因为高压已经东移了 南边的低压整个强度部分受到了地形的破坏 已经都减弱成为一个一般的低压 再来强度的部分还会持续的在减弱当中 而北方的高压东移之后 我们再来的系统什么时候会接近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高压东移了 风向变东风 两天的温度上升 北方的高压系统再下来的时间点 预估就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下来 所以周五晚上封面通过 北方的高压 礼拜六开始带下来凉凉的空气 礼拜六的时候 北部明显的转凉 地温只有16度 而到了中南部地区 晚上温度也降到20度左右 不过到了礼拜天白天 高压东移了 气温再上升 下个礼拜目前看来 下周一到周三 都是在30度以上的高温 但到了下周四 另外一道封面再接近 我们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晚上的温度状况来说凉嗖嗖的 白天的话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晴朗好天气之下 要提醒您防晒跟补充水分 南部地区可就超过30度以上 东半部早晚云层多 外岛地区夜晚温度偏凉 还是提醒西部的朋友 下午空气品质差 过敏体质朋友要注意 我是戴粒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